TVB事后胡定心6月13日化身大厨 现身香港九龙湾某餐厅出席活动 他跟机场亲手做手卷寿司展现厨艺 胡定心笑说自己的厨艺虽然不是很高 但也没到地狱厨身的地步 那这么一说 最近TVB正在热播的美女厨房 绝对可以邀请胡定心上去做嘉宾了 我喜欢 我要让大家感受一下我的厨艺 那个程度再有有多少 其实我觉得虽然我看到大家对我们节目 就是很多不同的意见 但是公司都一定会尽量去做好 而且就是我觉得蛮好看啊 其实我蛮喜欢也蛮享受煮东西 但是这段时间工作太忙了 平常就会知晓就是买一些材料回来 就是煲汤 我喜欢喝汤 就是如果真的煮菜的话 比较小机会了 就是爆炒啊 他们比较好一点点 对 另外 胡定心从去年开始不停拍剧忙宣传参加活动 现在又为主演的舞台剧彩排 可谓全年无休 他都表示想再带家人一起出去旅行 好好休息放松一下 对啊 其实我是去年拍完生工机之后 就跟父母去了一次日本 然后一年后 我就是期待着 我好好的完成舞台剧的演出 然后还有去加拿大登台 我就可以休息了 对啊 我也期待再跟我们 我的爸爸妈妈再去旅行 某方全媒香港报道